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掌柜说 哦 他是被一把剑钉死在床上的 剑呢 剑还在这儿 剑正闪着光 是一把形式十分古雅的长剑 正降百年十分锋利 剑背上面还带着松纹 血迹已经洗净 用黄布包住 哎呀 我们碰里头的两个伙计 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把剑拔出来 那个掌柜是猛地在这儿讨好叶开 他虽然并不是黑薄的人 不过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好处 能够得到一些补偿 他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叶开似乎听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心正想着其他事 这一剑 难道是从窗外扔入 扔入韩晶的臉再扔在床上的 你一扔之力实在不小啊 我掌柜又说了 呃 和大爷你一起住店的那位姑娘 前日晚刻也回过来一次 他好像也病了 是被那位打败了南公园的各大盒铺回来的 哦 他们去了哪里了 我不知道啊 他们只是出现了一下而已 有个伙计补充说 啊 那个晚刻 是我直班的 我刚刚进了院子 就看见屋里头有道光芒一闪 就好像闪电那样 等我赶过去的时候 大爷的你这位朋友 已经被钉死在床上了 然后 郭大俠就抱着那位姑娘回来了 郭大俠和南公园比劲的时候 我已经抽时间去看过的 所以我认得他的 等我去报告给掌柜知道 再回来看看的时候 郭大俠和那位姑娘又不见了 那 叶开猜得没错啊 这个剑果然是从窗外扔进去的 所以这个店小仪才会看到那闪电一样的剑光 等那个空手想拿回空气的时候 郭定已经回来了 空手是趁崔玉真将叶开带走之后 郭定还没有带丁玲林回来之前 在那时候下手的 那时候的时间兵不长 或者他根本没时间拿回这把剑 或者他急着之间没有把剑拔出来 两个伙计费了很大的力 才将这把剑拔出来的 郭定又把丁玲林带去哪里呢 他们为什么不在这里等 又没有去找他呢 这些问题 叶开不想去想 现在他的心只想着一件事 绝对不能够令韩晶白死 他内心的内疚和后悔 已经变成了愤怒 这把剑 你可不可以让我带走 当然可以了 叶开说走就走 我掌鬼急了 大爷你难道不准备收你这位朋友的诗 哎呀我会来的 明天后日我一定会来 叶开并不是不明白这个掌鬼的意思 只不过一个人狼空如洗身无昏迷的时候 就只要装傻扮懵了 阳光灿烂 十日来 今天是第一次看见这么灿烂的阳光的 街上的积雪已经溶了 门路都是泥泥 但是街上的人还有很多 大家都想趁着这个难得的好天气出来走一走 法方标谷的金字招牌 在阳光下看来气派更加不凡 有个穿着青布棉袄的路人 正在门前打扫着积雪和泥泥 叶开大埔走过去 他只要走得稍微快一点 胸口的伤就会发痛 但是他还是走得很快 肉体上的痛苦 他一点都不在乎 他走入院子的时候 正有两个人从前面的大厅里面出来 一个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衣着十分华丽 尚貌十分威武 手上捏着一对铁弹 叮叮当当的响 另一个呢 年纪是比较轻 但留着十分整齐的一撇胡桑仔 臉很白正 对手干干正正 叶开迎了上去 他心情好的时候呢 是个很有礼貌的人 很客气的人 但是李阵他心情并不好啊 他连抱拳都没有抱拳就问了 李树的总标头是谁啊 掀着铁弹的中年人 上上下下望着他两眼 扮起一块面说呢 李树的总标头就是我 对于一个无礼的人 他当然不会太客气啦 铁弹镇八方大高江 并不是个好野的人来啊 你是什么人 来找谁啊 我就是来找你的 哦 有什么见教呢 有两件事 好 你先说一件 我要来借五百两银 三日之内还回给你 大高江笑了 双眼完全没有笑意 冷冷地盯着叶海的胸口 他说 你受了伤吧 叶海的伤口又已经裂开 血迹已经滲出衣衫 大高江冷冷地说 你如果不想再受一次伤 就最好快点从你来的那条路 滚回去 叶海看着他慢慢说 我久以听闻铁弹镇八方 是个横行巴道的人 看来果然没说错 大高江冷笑了 叶海说 我向你借五百两银 你可以不借 又何必再要我受一次伤 又何必要我滚回去呢 大高江很生气 我就是要你滚 他突然出手 拿叶海的衣襟 似乎想把叶海一手拿起来 整个踏出去 他的手坚硬粗造 枪筋暴露 显然是连我鹰酒工一类的功夫 叶海没动 但是他这一扎 并没有拿着叶海的衣襟 他拿着叶海的手 叶海的手扔上去 两个人十指互相勾住 大高江冷笑着 轻轻喝了声 断 那他自此英罩工已经连到八九成火候 竟然想把叶海的五只手指咬断 叶海的手指当然没有断 大高江忽然间 大高江忽然间觉得对方手指上的力量 竟然远比他更强十倍 只要一用力 他的五只手指反而就要被咬断了 那飞刀本来是用指力发出的 如果没有强劲的指力 又怎能够发得出那无坚不吹的飞刀呢 大高江面色当堂变 颜头已经飙出黄斗那么大的冷汗 但是叶海并没有用力 只是冷冷地望着他 冷冷地说 你咬断过多少人的手指啊 大高江咬死牙关不敢开口 叶海说 你下次要咬断人家手指的时候 最好想想现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松开手 掉头就走 那个一直背负着双手 在旁边冷眼旁观的年轻人说 朋友 请留步 叶海停下问 你是不是有五百两银借给我啊 那个年轻人小小问 朋友专性啊 姓叶 树叶的叶 叶海咬鸟头 好 年轻人看着他 你是叶海 没错 开心的开 大高江一听不敢耸然动容 咋 咋角下在叶海啊 没错 大高江唱一唱一口气 苦笑话 咋 哎呀呀呀呀呀, 各客为什么不早点说呢? 我并不是来打秋风的, 只不过是来借银两日, 而且只是借三日, 五百两够了吗? 我只不过想买两副棺材, 大个个不敢再问了, 后面已经有个醒目的帐房送来了五百两银票, 嘿嘿嘿, 请收下了, 叶开并不客气, 韩正的丧事固然要扮, 依赖哭的尸体也要收敛的, 他并不是那种杀了人之后就不理的人, 他需要这笔钱, 大高刚前居后宫, 他又是问, 啊, 各客刚才说有两件事的, 我还要打听一个人, 哦, 是谁呢? 女敌, 白衣剑客女敌, 大高刚面上忽然露出一种很奇怪的表情, 叶开说, 听说他已经来到长安,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那个留着胡叔的年轻人忽然笑一笑话, 就是你说, 这个年轻人态度很斯文, 生得很兽器, 身上果然穿着一件雪白的长袍, 目光闪动之间, 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冷漠高傲之意, 叶开最终看清楚他了, 你就是女敌? 是, 叶开解开了左手拿着的黄布包袱, 拿出了那把剑, 反手捏着剑尖递了过去, 你认不认得这把剑? 女敌只望了一眼就说, 这把是武当的崇文剑, 是不是只有武当弟子才能够用这把剑? 是, 是不是你用的剑? 不是, 你的剑呢? 我近年已经不用剑了, 你用手? 女敌一直背负着双手, 冷冷地说, 没错, 有些人的手也一样是利器, 但是你如果要从窗外杀人, 还是要用剑的, 是不是呢? 女敌走走眉头, 似乎听不明白这句说话, 叶开患了, 因为你的手不够长,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呀? 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呀, 你是说, 我用这把剑杀了人? 你想不承认吗? 我杀了谁呀? 你杀人问对方的名字呀吗? 你到底讲的是谁呀? 他姓韩, 叫韩征, 韩征? 女敌礼转头问大高光, 你认识不认识得这个人呀? 大高光咬咬头他说, 他是为天鹏的智囊, 人家都叫做铁蕊的, 女敌目光之中露出轻灭的神色, 你这个铁蕊是你什么人呀? 是我朋友呀? 哦, 你想帮他报仇了, 没错, 你认为是我杀了他? 到底是不是呀? 哼哼哼哼, 就算是我杀的又怎样呀? 这种人莫讲只杀一个呀, 就算杀了十个八个, 也不妨一起宣到我头上,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呀? 是个不派人家来找我麻烦的人, 等你的伤好了, 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报仇, 不用了, 不用? 不用等了, 哦, 你现在就想动手? 今天的天气不错, 这个地方也不错, 女敌望望他, 会有人问呀, 你刚才说要买两副棺材, 一副就是给韩晶的? 是, 那还有一副呢, 给依依哭的, 你说是红魔手? 没错, 他已经死你手下? 我杀人之后, 绝对不会忘记帮人收屎的, 好, 你如果死了, 你两副棺材我就帮你买, 你的棺材, 我亦买下来, 不用了, 我如果死了, 你不妨将我的尸体拿个喂狗, 女敌忽然哗哗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激了, 你如果死了, 我如果死了, 你不妨将我的尸体一块块割下来, 攻在韩晶的灵位之前, 吃一口肉送一口酒, 他自己如果被人杀, 血液干得快, 你不妨将他的尸体一块块割下来, 女敌站在太阳下边, 还背负着双手, 他对自己这双手的珍惜, 就好像守财劳珍惜自己的财富一样, 连看都不想被人看, 叶开慢慢走过去, 第二次将剑递给他, 是你的剑, 女敌冷笑着接过来, 突然一挥手, 长剑脱手飞出, 踢在五丈外的一棵树上面, 剑锋入木, 几乎插得入剑柄, 你一扔之力, 已经足够穿过任何人的身体, 将人扔在床上, 叶开瞳孔收缩, 他冷笑话, 好, 果然是杀人的剑, 女敌又背负着双手, 很得意地说, 我说过, 我已经不用剑了, 我听说过, 你杀人当然不用剑了, 是, 女敌听着他的手, 忽然问, 你的刀呢, 他当然知道叶开的刀了, 江湖中人, 几乎没有人知道叶开的刀, 叶开看实他过了很久才冷冷的, 刀在这处, 他守一番, 刀已经在手上, 纳纳纳令的刀, 刀锋薄而锋利, 在阳光下闪动着足以夺人云泊的寒光, 如果在第二个人的手上, 这把刀并不能够算是利器, 只这一阵刀在叶开手上, 叶开的手干燥而稳定, 就好像远山的山顶一样, 吕迪同行突然收缩, 愿在五丈海外的大高光, 已经连呼吸都几乎停顿, 他忽然感觉到一种从来都未体验过的杀气, 吕迪脱口说, 好,果然是杀人的刀, 叶开少少, 突然间揮刀, 刀光一闪就不见了, 这把刀, 就好像突然消失在风中, 突然间无影无踪, 就算双眼聚利的人, 也只是看见刀在远处闪了闪, 就看不见了, 这一刀的力量和速度, 绝对没有任何人能够形容到, 吕迪不敢怂言动容, 失声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叶开冷了, 你既然不用剑, 我为什么要用刀呢? 吕迪望着他, 双眼露出一种很奇怪的表情, 过了很久, 他忽然伸出手说, 你看看我的手, 那在其他人看来, 这只并不能够算是一只很奇特的手, 手指是千长的, 指甲战很短, 永远保持着干净, 正配合一个有修用的年轻人, 但是叶开已经看出了这只手的奇特之处了, 这只手, 看起来似乎完全没有根落血脈, 光滑细脈的皮肤, 带着金属一样的光泽, 这只手不像是骨落血肉组成, 看来走着一种奇特的金属, 不是黄金, 只比黄金更贵重, 不是光铁, 但是比光铁更坚硬, 吕迪看着自己的这双手, 慢慢说, 你看清楚, 你只不是手, 是杀人的利器, 叶开不能够不承认, 你知不知道家叔, 他说的就是温侯银击吕仙, 叶开当然知道了, 这些就是他当日练的功夫, 我的运气比他好, 因为我七岁的时候, 就开始练这种功夫, 吕迸仙是成名之后才开始练的, 只是练了三只手指而已, 他练这种功夫, 是因为他一向不想屈居人下, 兵器普上排名, 温侯银击, 在天机神棒, 龙凤湘环, 小李飞刀和松阳铁剑之下, 吕迪曼, 白晓生作兵器普之后, 家叔苦练十年, 再出江湖, 要而这只手, 和排名在他之上的那些人, 差一日之长短, 他没有再说下去, 因为吕迸仙首先输了, 输在一个女人手下, 一个美道仙子, 这只专印男人落地獄的女人, 林仙怡, 吕迪迪说, 家叔亦说过, 你只不是手, 而是杀人的利器, 可以列明在兵器普之上, 叶开一直哭声不出地听着, 他知道吕迪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 他从来都不打断人家说的老实话, 吕迪丹的头看着他说, 你怎能够以一对兇手, 来对付这种杀人的利器呀, 我想试下, 吕迪不再问, 叶开亦不再说, 现在无论再说什么都已经是多余, 阳光灿烂, 但是这个阳光灿烂的丸子, 这阵时忽然充满了一种 说不出的消杀之意呀, 各位, 欲之后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